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最新的招數 好啊 好啊 我們就明明之後呢 其實呢 我們正在檢測中 測試中了 就是我們 簡單的地方 對市區樓 比較中小的單位 雖然我們擺放 這部測試呢 是甚麼呢 這是Agent 他們呢 其實呢 在他們的分店呢 就開始看一下 那些客人在找著這類房子的客人 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要做幾個工夫 其實我們的銷售流程 應該在今個星期未可能會開始 包括呢 就是上售樓書 接著呢 我們會開放示範單位 接著可能會出價單第一張 等等等等 都不定 這樣就視乎我們那個進度 因為那個售樓中心呢 我們正在追著陸後 最初的售樓中心 我們正在追著很多年 我希望在今個星期 尾呢 可以 銷售流程 下星期 最快的下星期可以買嗎 有可能 有可能 正在幾天 好 最快的下星期可以買嗎 下星期 如果最快可以這樣說 因為如果今個星期出價單 有可能要登記的話 有可能下星期都會買的 推出不少幾個工夫 兩成嘛 SRV要求 第一 張架單 大約幾個單位 大約幾個單位 大約一百個 一百個左右 可以分享單位的種類 面積嗎 我們典型流程單位 很慷慨是由 就是studio 至到 那個 兩房單位 對 對 對 那麼 戶型的介紹呢 其實我們今個星期 都應該會陸續 是很緊密地介紹那個戶型 讓大家知道 對 可惜單位 最小 如果典型流程 我計算是一百 一百 可能會 典型流程的單位 最小 Junior 應該是一百 一百 一百 我們稍後補充飯 稍後補充飯 我們稍後補充飯 好嗎 有幾個示範單位 有幾個 示範單位 有兩個 起碼 示範單位開腳 會不會玩到 牆頭書 還是會早一點 有幾個小時 示範單位 通常都是遲過留書 或者是早一天 留書會早一天 也不定 有幾個機會明天就上樓書 明天是星期三 可能再前一天 四 或者星期五 最重要是四天會上樓書 對 有幾個 一次之外 OK 好嗎 好 OK 好 食物在那裏 有沒有說 除了房子會大一點 汙液 我們有些頂層的特色單位 還有些最平台的特色單位 平台單位當然有大一點的平台 特色單位應該有平台及天台 那些單位如果是頂層的特色單位 那些景是非常震撼的 那些應該很長壽 對 請問一下 過幾週末都有長壽 你們 是 那見到消沈區 有些慢燃我們 消沈什麼 sorry 慢燃我們 我想個別的樓盤 我就不作評論 不過有時都要看自己的 比如說海有性 在區域供應的需求比例等等 還有最重要我想那個樓盤 譬如你做什麼面證的單位 你 position 是哪隻客人的話 你的 product features 是不是做到可以 tackle到這隻客人的需求等等 這些一連串做市場的問題 我們覺得我們很努力地 插摩定位的客路 還有我們會根據我們制定的面積 我們配套 是合適的一些 所謂的產品的特色 去滿足他們的客人的需求 這個環節講到容易 但其實都很重要 在我們做的議員事 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有些人可能會想一下 那個供應 是不是在這個面積多過頭 他會改變一下供應 去另外一些面積的單位等等 這些我們要思考一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